人生路上,有些人像是指路明灯,而有些人,像是隐藏的陷阱,若你遇人不输,不懂得识人,便会不经意踩到人际关系中的陷阱,不仅会耽误行程,还会给自己留下一身的伤痕,好的朋友,是你人生的贵人,那些忘恩负义的人,会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阻碍,消耗着你的精力,人若不可靠,必有征兆。 忘恩负义的人,大多这些特征,遇到了,就及时远离。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,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,感谢订阅。 不懂得感恩,只知道索取。 在现实生活中,不懂感恩的人并不少见,他们只知道一味的索取,而不知道付出,更不知道感恩。 他们的行为,不仅伤害了帮助他们的人,也影响了社会的人际关系。 这种现象,在我国的古装剧《知否知否应视率肥红兽》中也有体现,剧中的顾廷叶,就是一个典型的不懂感恩的人。 他从小被母亲宠爱,长大后被妻子盛宁兰照顾,但他却从未真正感激过他们,他总是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。 他有权享受这一切,他的自私和冷漠让身边的人感到心寒。 不懂感恩的人,往往自私自利,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而不考虑他人的感受。 他们认为别人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,甚至觉得别人的付出还不够,他们的行为不仅伤害了他人的感情,也破坏了社会和谐。 这种现象的产生,一方面是因为个人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环境,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价值观的偏差。 因此,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,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学会感恩,学会付出,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。 家庭教育是关键,父母应该教育孩子,学会感恩,让他们明白。 别人的帮助不是理所当然的,而是需要感激和回报的,同时,父母也应该做出榜样,让孩子看到他们的感恩行为。 学校教育也非常重要,学校应该开展感恩教育,让学生明白感恩的重要性,学会感恩。 最后,社会舆论也应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,媒体应该多报道一些感恩的故事,让人们看到感恩的力量。 总的来说,不懂感恩的人,不仅伤害了他人的感情,也破坏了社会和谐,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入手,引导人们学会感恩,才能实现社会和谐。 不懂得感恩的人,骨子里自私,凉薄,不管你用多少温暖和爱,都无法融化他内心的尖兵。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,记得要订阅他,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,接着往下看吧。 为了小力,能放弃底线的人。 在电视剧《安家》中,林茂根为了省下一点小钱,选择背弃诚信原则,绕过房思锦,直接和向文森交易,不想支付房思锦的佣金。 他的这种行为虽然看似聪明,但实际上却损害了他的信誉,导致后来一系列的麻烦事。 最后,他不得不再次找到房思锦请求帮忙,但却不得不支付更多的佣金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一个人如果为了小力而放弃道德底线,那么他可能会失去更多。 在人际交往中,信誉是非常重要的。 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誉,那么别人就无法信任他,也就无法和他进行深入的合作。 刘备曾说过,勿以恶小而为之,勿以善小而不为,为贤为德,能服于人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不要因为恶行看似微小就去做,不要因为善行看似微小就不去做,只有有才能有德性,才能让人幸福。 这句话提醒我们,无论做什么事情,都应该有道德底线,不能因为一点小力就放弃道德原则。 在《安家》中,林茂根的行为就是一个反面例子,他的行为不仅让他自己损失惨重,还让他的形象受损。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,做人要有底线,不能为了利益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和道德。 在人际交往中,我们应该坚守道德原则,不能因为一点小力就放弃道德底线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,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 得到帮助后,喜欢过河拆桥。生活中,有时会遇到被信弃异的人,尤其是给了他帮助后,就喜欢过河拆桥。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,他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,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,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利益冲突而忘记别人的帮助,甚至反过来伤害对方。 这种行为虽然不道德,但在现实中却是有发生。 在古代的宫廷斗争中,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,比如在我国的古装剧《甄嬛传》中,甄嬛在刚入宫时,曾经得到过安令荣的帮助。 然而,当甄嬛成为皇帝的宠妃,而安令荣发现自己无法与甄嬛竞争时,他选择了背叛甄嬛,投向了甄嬛的敌人,这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行为。 在现代社会,这样的现象也并不罕见,比如在商业竞争中,一些公司可能会在得到竞争对手的帮助后,反过来利用这个机会打击对手。 这种行为虽然可能让公司在短期内获得利益,但从长远看,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公司的盛誉,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总的来说,过河拆桥是一种短视的行为,它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利益,但从长远看,这种行为可能会损害个人的生育和人际关系,影响个人的长远发展。 因此,我们应该以诚信为本,尊重和感激他人的帮助,而不是在得到帮助后就忘记了他人的恩情。 遇到忘恩负义的人,要记得远离。 在人际交往中,遇到忘恩负义的人并不少见,这种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要。 他们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很友好,但实际上只会在需要你的时候出现,而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,却消失无踪。 与这种人交往,不仅会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,还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和痛苦。 因此,如果你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,最好的选择是远离他们,不再与他们交往。 当然,在远离这样的人之前,你需要认真思考和评估你和他们的关系。 如果你认为你们之间还有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,你可以尝试与他们谈一谈,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和需要。 但如果他们仍然只关心自己,那么及时止损,远离他们是最好的选择。 在人际交往中,选择正确的伴侣非常重要。 与懂得感恩,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交往,会让你感到快乐和满足,而与忘恩负义,只关心自己的人交往。 则可能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和伤害。 因此,在选择朋友和伴侣时,一定要认真考虑和评估对方的人品和性格特点,以便做出正确的选择。 懂得感恩,有底线和负责的人会给人生带来正能量和帮助,而不懂感恩,过河拆桥和忘恩负义的人则会成为人生中的阻碍和负面因素。 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价值观,与正能量的人保持轻健,远离负面影响,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幸福的生活。 人生路上,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有些人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明灯,引领我们前见,而有些人则会成为我们的陷阱,让我们折挤沉沙。 对于不懂得感恩的人,喜欢过河拆桥的人和忘恩负义的人,我们应该及时远离保护自己的心灵健康。 在人际交往中,识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,我们不能只凭表面上的友好而盲目相信对方,要通过观察和倾听,了解对方的行为和态度。 如果发现对方表现出不懂感恩,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的特征,即使我们已经给予过帮助,也要及时决断,与其保持距离,尽量避免进一步受到伤害。 人生中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,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宝贵的,如果与那些不懂感恩,喜欢过河拆桥或忘恩负义的人交往,只会耗费我们的资源,给自己带来困扰和伤害,与其浪费宝贵的时间与他们纠缠不清。 不如把时间和精力用在那些值得信任和感激的人身上,共同成长和进步。 当我们和这些不懂感恩的人,过河拆桥的人或忘恩负义的人保持距离,我们也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为这些人的反面典型,我们应该学会感恩,感激别人给予的帮助和关爱。 并付出回报,我们要明辨是非,坚守道德底线,不以小力而放弃原则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建立起真正可信赖的人际关系,享受人生的贵人和美好。 最后,人生的路上,我们要学会识人与待人,保持一颗善良、感恩和负责的心,与正能量的人共同前行,共同追求幸福和成功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